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强的十种动物 你见过一次性生出五一个孩子的动物呢 你知道由于繁殖能力太强导致自杀的动物叫什么吗 繁衍后代是动物的本能 但是有一些动物拥有的惊人繁殖能力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接下来本期地球最TOP 将盘点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强的十种动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兔子 外表看似无害 但实际上是动物界的生育机器 其繁殖能力堪称惊人 我们都熟知澳大利亚兔子泛滥事件 正是兔子惊人的繁殖能力引发了这场灾难 1859年 英国人带入澳大利亚的17只兔子经过简单繁殖后 数量增至24只 这些兔子最初用于私人农场的打猎 但意外的是 这一举动仿佛一下打开了命运的齿轮 自由的兔子开始快速繁殖 通过挖洞的方式逃离农场 迅速占领野外 仅仅6年的时间澳大利亚野外就出现数万只兔子 到了1890年 兔子数量激增至3500万只 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高峰 数量超过100亿只 17只兔子变成100亿只 仅用了短短60年 这个速度展示了兔子繁殖能力的可怕之处 澳大利亚兔子泛滥虽然是悲剧 但也让我们认识到兔子繁殖力质强大 第九名福寿罗 在我国福寿罗可谓是水域的蟑螂 因为缺乏天敌 再加上福寿罗生存容易 它们的繁殖能力异常强大 甚至可以用惊人来形容 福寿罗以水下为主要生活环境 但选择岸上产卵 卵孵化后有福寿罗会掉入水中 一只福寿罗一年可以繁殖40次左右 幼罗孵化只需大约15天 幼罗需要大约两个月的生长时间 就能达到性成熟期 随后能再次繁殖 一只雌性福寿罗一年可以产下约30万颗卵 成罗即使在无水和无食物的恶劣条件下 也能通过休眠方式生存下来 相比之下 我国的本土田罗一年只繁殖一次 一次最多产下150只幼罗 而福寿罗的产卵期特别长 从每年的4月持续到12月底 考虑到这种惊人的繁殖能力 要控制其不泛滥确实十分困难 因此 多年前我国国家环保总局 将福寿罗列为重大危险性农业外来入侵生物之一 第八名小龙虾 作为家喻户晓的宵夜美食 有惊人的数据显示 每年竟然有3亿吨的小龙虾被吃掉 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 为什么小龙虾并未灭绝呢 这种生物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 能够在一年内进行多次交配和产卵 每次产卵数量可高达几万到几十万个 刚刚孵化出的小龙虾 就用短短几个月就能性成熟 随后就可以开始进行生育 野外的小龙虾卵孵化率并不高 受恶劣环境 不适宜的温度和天敌捕食等因素影响 小龙虾可能死掉 然而在人工养殖条件下 小龙虾的孵化率很高 基本能达到90%以上 这也是为什么街边小吃摊 每天都能提供新鲜美味的小龙虾的原因 此外小龙虾拥有极强的生命力 即使在臭水沟里 它们也能生存 而且它们既能在水中生存 也能在陆地上生存 正是因为这些特性 有些地方野外的小龙虾会泛滥成灾 你见过一口气生250万个孩子的动物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强的10种动物 第7名驴鼠 它们被誉为地球上最能生的动物 驴鼠的怀孕期仅有20天 每年可以生育8胎 每胎可产下12个孩子 仔细一算 光一只驴鼠一年内能产下约96的后代 或许大家觉得对于那些一次产下 数千个卵的鱼类等并不算多 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 那就是驴鼠的性成熟事件 一旦驴鼠幼崽出生 只需短短20多天就可以结合生子 这样子的孙代代相传 你想想一年下来 一对驴鼠到底能生多少孩子呢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估算 假设一对驴鼠一年生7胎 每胎12只 此胸比例为1比1 那么一年下来 理论上驴鼠的数量将达到164万还要多 随着驴鼠数量的急剧增加 食物和领地将变得严重短缺 驴鼠将不得不大规模迁徙 驴鼠的大迁徙是自然界最壮观的动物迁徙之一 常常有数百万只驴鼠组成庞大队伍 奋不顾身地投入大海 集体溺斃 驴鼠的这种群体自杀行为是生物学界的一个巨大谜团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种群的延续而采取的一种方式 第六名海星 被戏称为海洋蝗虫 身形较小约20厘米左右 你可别看海星个头不大 但是却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 大多数海星种类个体能产下大量卵子 数量可达250万例 尽管成活率较低 但是人家数量庞大 俗话说量边因此质变 海星的繁殖方式独特 无需感情交流 通过体外受精实现 熊海星每只腕上都携带高丸 可以释放大量精子到水中 此海星则通过腕两侧的卵巢 释放成千上万的卵子 精子和卵子在水中结合完成受精 随后孕育出小海星 海星几乎没有天敌 因此在海底成为小型食肉机器 它们在海洋中四处捕食 犹如陆地上蝗虫飞行吃植物一般 2021年 山东青岛胶州湾的海星泛滥极其的严重 海星密度高达每平方米50多只 受灾海域面积约10万亩 初步估计造成的损失将达到1亿元 第五名电蛮 被誉为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淡水动物之一的生物 拥有令人胆寒的能力 可电晕人类甚至击败鳄鱼 几乎没有自然天敌 或许大家只熟悉电蛮的危险性 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它们另一个强项 那就是它们的繁殖能力 一条雌性电蛮一次科产下 700至1000万例鱼卵 这些小鱼卵仅需10天就能孵化成小子鱼 将有更多电蛮后代在水域中欺负其他生物 然而电蛮的繁殖是一次性的 生完孩子之后就得死亡 电蛮的繁殖地选择并非随意 每条电蛮都会经历一种情况 即出生地与生长地不同的情形 简单来说 电蛮在江河湖泊中生长发育 一旦到达性成熟年龄 需要繁殖后代时 就必须回到出生地大海里产卵 这是因为电蛮的性线在淡水中无法良好发育 更无法在淡水中繁殖 第四名秘蜂 这是无脊椎动物中产卵能力最强的生物之一 蜂王通过短时间内多次交尾 并存储雄蜂的精子 以供终身产卵 蜂王在完成一次交尾后 可以存储的雄蜂精子数量 在500万粒到700万粒之间 假如每一粒存储的雄蜂精子都被受精 那么蜂王至少可以产下 500万粒到700万粒受精卵 而蜂王实际产下的蜂卵数量理论上 要大于500万粒到700万粒 相比之下蜂虫的产卵能力最强 也只有约1000粒左右 因此蜂王的产卵能力至少是蜂虫的5000倍 蜜蜂的繁殖方式除了蜂王产卵之外 增殖方式以蜂群的形式进行增殖 这是在无脊椎动物中唯一的一种 通常我们看到的蜜蜂分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蜜蜂通过一个群体的方式进行增殖 同时利用蜂王大量产卵 这无疑提高了蜜蜂的生存能力 而蜂群中的分工复杂 可以说适应环境的能力比一般昆虫都要强 你见过到一次生出五一个孩子的动物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强的十种动物 第三名蚊子 这种让人繁不胜繁的夏季生物 给人一种永远也无法消灭的感觉 甚至每年都永无止境地增多 一只雌蚊子一生能够产卵八次 每次产下两三百颗卵 简单计算 这就是接近三千颗卵 如果说一只雌蚊子能生出三千只蚊子 那一群雌蚊子又能带来多少呢 而且这些虫卵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 无论什么地方都能活下来 除非世界毁灭 虫卵产下后的四天内 小蚊子就会孵化成蛹 两周后 小蚊子就开始新的生命 接着它们就可以出来作恶了 这种快速的生长周期和庞大的繁殖数量 形成了蚊子恐怖的繁殖能力 拍死一只 却又有新的一群 这种极强的繁殖能力 甚至让同为四害的老鼠和蟑螂 都感到自愧不如 要说的蚊子为什么这么烦 蚊子不仅叮咬让人全身痒 更为糟糕的是 在吸血时还会传播病毒 据不完全统计 蚊子每年导致全国范围内 数百万人感染疾病 也许你不会相信 蚊子是每年杀害最多人的动物 这也是为何人们对它如此厌恶的原因 第二名翻车屯 这种巨大的鱼类可以轻松地长到三四米长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它为生殖力最强的动物 翻车屯鱼可谓是子孙满堂 雌性翻车屯鱼以此可释放大约三亿颗卵子到水中 凭借这样强大的繁衍能力 它们才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生存 并且将其足迹遍布全球 大型成熟的翻车屯鱼有其特定的生命周期 但在海洋中遇到一条合适的雄性翻车鱼并非一世 由于交配期有限 时间紧迫 任务繁重 因此雌性翻车屯鱼想出了一个办法 将卵子排放到海洋中 这样一来 如果遇到雄性翻车鱼 就能形成受精卵 然而遗憾的是 尽管三亿颗卵子看起来非常多 但只有少部分能成功孵化 要不然海里的翻车屯得有多少啊 史密斯解释道 它们产下如此多卵子 是因为卵子的受精机会 和后续的生存几率都非常低 第一名车局 世界上最大的贝壳 合其两片外壳能家住一个人 所以又称为食人 最大的个体壳长可达两米 这些生物是雌雄同体的 也就是说每个个体都同时 具有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 这种性别特性允许 它们在繁殖时既能释放精子 也能释放卵子 以避免自体受精 车局的繁殖过程 通常涉及排放精子和卵子 它们首先排放精子 然后在短时间内排放卵子 这些卵子数量可达上一例 车局的生长速度在幼年时较快 寿命也很长 有报道称它们可以活到几百年 车局的繁殖能力很强 体型较大的个体 依次可以释放超过五亿个卵子 尽管繁殖能力强大 但由于人类过度捕捞 以及车局生长速度缓慢 特别容易受到捕捞压力 导致车局种群面临危机 这对车局的生存条件 造成了严重破坏 一些海域中 甚至已经发生了灭绝事件 这可运力人员是一个 所以这种状况